中國大陸維權律師江天勇上個星期 刑滿出獄後 隨即就下落不明 3月6號 他的妻子告訴本臺 江天勇經過絕食抗議後 終於被送回父母家 但身體情況不佳 3月5號 709事件的律師家屬王俏領 在推特上表示 他已經見到了出獄後一度失蹤的江天勇律師 江天勇是北京知名的維權律師 由於給弱勢群體、法輪功學員 以及709律師提供法律幫助 長期受到當局的監控、騷擾 2017年底 長沙市中院以所謂的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判處江天勇有期徒刑兩年 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江天勇在今年2月28號刑滿出獄後 隨即被身份不明人士接走 不知下落 前去迎接他的父親和妹妹也一度無法聯絡 江天勇妻子金便玲6號告訴新唐人 經過幾天交集的尋找和等待 他在3月2號下午和江天勇律師 通過視頻見面 金便玲透露 江天勇身體不好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因為被迫絕食 按照中共現行刑法第54條 所謂的剝奪政治權利是指 擔任國家機關職務或國企事業領導 以及出版集會等的權利 但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 金便玲表示 江天勇身體不好的另一個原因 是在獄中遭受酷刑 原大陸維權律師彭永芳表示 此前在709事件中 被抓的律師和公民基本都曾受到酷刑 江天勇律師受到了什麼酷刑 具體的就很難說 但是從我們原來知道的 幾乎所有維權的律師 在裡面都受過不同成功的 非常嚴重的酷刑 剝奪睡眠 那這是最最常見的 我覺得 那毆打就更是家常便飯了 基本上可以說只要是你進到裡面 這種事情就是 至今在一段時期之內 是會每天發生的 雖然回到了父母家中 但江天勇律師 目前仍然沒有出行的自由 另一位北京維權律師高智生 也在2014年出獄後 被當局持續軟禁 無法去醫院治療牙齒 2017年8月再度失蹤 至今下落不明 現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金便玲 擔心江天勇的身體 希望接江天勇去美國治療疾病 和家人團聚 他同時呼籲外界繼續關注江天勇 他認為最近都在做的 還是 是 是 製作人員